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常常讲说 币毒 币毒 到底怎么样币毒呢 我们常常就说 我要给它一点颜色巧巧 拜托各位 颜色其实充满了危机 哪些东西的颜色带有危机呢 我指的不是吃的这些色 而是什么呢 这个尽量不要化浓妆 而且尽量化了妆之后 一定要彻底的卸妆 然后彻底的洗干净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夜市还是一些很多的商场 哇 五颜六色的指甲油 到处都是 其实我好害怕 为什么呢 指甲油过去的检验 有什么呢 可能有瘦化剂 可能有什么 可能有有机溶剂 甚至有一些重金属 那我觉得我常常看到有一种情形 我们的这个小朋友 幼稚人的小女生 手上插着五颜六色的指甲油 但是永远不是完整的 永远是斑斑勃勃的 到哪里去了 可能掉在周遭 可能吃进去了 那拜托 家里那位长厨的 那位消水果的 那位煮饭的 尽量不要擦指甲油 如果非常不可 记得戴个手套好吗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是一个芳香的世界 浴室里面有什么 芳香剂 然后厕所里面又有芳香剂 但是过去有一些研究 这些香味为什么能够持续 它加什么 定香剂 对不对 这又可能是一个环境荷尔蒙 会造成我们一些问题 这个香水当然也很迷人 但是我们读物学也教大家 怎么擦香水 其实很简单 把香水拿起来 喷一下 走过去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味道 也不会伤害别人 那在家里采用这些沐浴用品 更要注意我建议这个有小女生 小男生的 尽量不要用这个太香的沐浴用品 好不好 像我自己怎么评估 我们家的沐浴用品 买的会不会太香 因为它整瓶的 你不能闻这个味道 那怎么办呢 你就是洗完澡之后 打开浴室的门 如果香味一直持久的话 那我下一次可能就换另外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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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